由于现在各种矿石都更不要钱是的 所以我跟大师兄直接用伞金块来装饰这红山木的树梢 小家伙你们挡到了呀 走开走开 我是没收集到多少伞金块 大师兄这土豪好像就搞了一大堆了 那剩下的工作就让他来搞定吧 我的伞金块都已经用完了 看来在树梢上盖房子还是挺费钱的 那我现在骑上小飞鼠降落到地面上 找到点岩石来敲一敲 帮忙多收集一些矿石咯 不过这周围的地形好像都没有看到岩石啊 估计要往地底下挖才行了 先别下去了 我好像发现空岛了 要不咱们就在空岛上安家的了 哦 怎么了 不准备在树梢上搭建房子了吗 因为我发现要在树梢上盖房子也是挺费时间的 等后面有空闲的时间再来弄吧 你现在跟着我过来 咱们先上空岛 刚好这边就有神殿 我先来跟空岛商人聊聊天 看他有什么好东西可以买的 还聊什么天啊 直接看他有没有卖升级原件A型啊 嘿嘿嘿 刷新了一下就有了 哎 背包里没看到 也没见掉地上的啊 好家伙 原来被这哥们的身体给绑住了 哥们 你这是想黑吃黑吗 收了钱还想私吞啊 要不是看在你还有用途的份上 我一锤送你回老家 别吓坏这老铁啦 东西到手就行了 你不是背包满格的吗 过来这边 神殿中间有现成的箱子 直接把一些不常用东西都放进来就行了 必须来卸掉一些啊 不然真的很烦耶 都怕有时候会漏减好材料呢 哦 对 我把铁熔炉放出来了 就在云团这里 等有漏斗了再来搞个自动的 那我来拿上点东西去烧制咯 没错了 就是拿上一些黄铜来烧制铜钉 因为雨林就在空岛旁边 烧制好铜钉 咱们就可以直接去打雨时生了 那就确定在这里安家咯 我现在准备找个地方 来把传送舱和控制台放出来 这里看着还行 把杂草杂花收拾掉就能用了 OK 搞定 可以把这套四倍放出来了 然后激活的心脏能源核心 我也是有的 马上激活它 可以可以 接下来就是我的工作了 拿出刚买到的升级元件 直接把四倍升级为二级传送舱 然后立马把这里记录为家的位置 别下次又传到鸟不拉屎的地方去了 好嘞 都搞定了 我过去铁钟炉那边看看 铜钉应该是烧制的差不多了 咱们只需要九个 哦吼 已经有十几个了 完全够用 有铜钉就能去召唤雨时生了吗 那咱们赶紧出发去空岛旁边的雨林那边咯 还下九个雨林之星碎片呢 不过雨林那边就能采集到的 咱们可以骑上小灰鼠出发咯 糟糕 脑袋有点短路 忘记雨林该往哪走了 稍等一下 我捋一捋方向 哦对 想起来了 应该是往红桑木林这边才对 从这边出发肯定没问题了 嘿嘿 我都看到几个乔木树了 雨林确实就在前面 因为我是房主 视野看得比较远 哎 你还在发什么呆啊 赶紧跟上来啊 嘿嘿 我老司机都忘了要召唤出小飞鼠了 好了 已经骑上了 我先走了 来比一比谁能先找到雨林神庙 小样 肯定是我先找到了 找这东西是看运气的 只有长得帅 人品好的人才比较容易找到 像你这种长得跟闹着玩的长相 能找到个假的神龛就偷笑了 哦 不对啊 咱们得把雨林之星碎片给收集齐了才行 不然找到神龛也召唤不了雨蛇生啊 看来你脑子没精髓嘛 智商又在线了 那我来放出昼夜烟花 让天暗下来 哦了哦了 天黑了 才比较容易发现会发出亮光的雨林之星 那要不就来比一比 谁能收集到更多的雨林之星碎片咯